早起来爬山 听说东北有三大名山 长白山 千山和一乌旅山 千山我上个月爬过 今天爬的是一乌旅山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 没有太阳 耶 下午三点有雨 我八点多进景区 估计十二点之前能爬完 有意思 原来那些石头是造景的 然后坏了也不修 路上有挺多卖香火的 然后也有这种小寺庙 我不懂这方面的东西 但绝对不能说 我不信它就不灵 因为我相信世界上 有超出人类认知的能量 虽然不上相拜佛 但是我对此就有一种敬意就好 我后悔戴这件防晒服了 和我今天穿的深色系的一点都不搭 挂在脖子上像干犯人 这样好多了 我今天登山没有背包 第一次 只带了一个跑步腰带 这里只装了手机 车钥匙 门票和手指 没别的 然后就是手里的相机和三脚架 这是我第一次登山不背包 就尝试一下完全清亮化 而且今天没有太阳 也不需要戴墨镜 而且我的经验告诉我 登山两三个小时不需要吃东西 喝水也不一定必要 当然四五个小时以上的登山徒步 是需要哪些食物或者装备的 我把防晒服放在侧边挂着 这样不挡腿的前后移动 完美 出太阳了 出太阳了 呵呵 整个玻璃瞧起我一个人 上升了 这帮忙 在排阶上 在排阶上 行贵 在排阶上 像 我 今天 下山家路都是紫色的小花 美呀 这种频道就倒着走 膝盖舒服 我特别想吃盐水菠萝 但是没有 只有桃和杏 那就买点吧 因为离开一个地方 就再也吃不到当地的水果了 这些桃杏只要四块钱 好职业 这杏特别的甜 其实我本来就想买两个 因为这里还有五六个水果 这个甜放不了 让大叔一下就给我拿了六个 我先六个六个吧 他们挣钱也不容易 真的超甜 幸好都拿了几个 现在是正午左右 虽然没有直射的阳光 但是很闷热 我昨天好事查了一下 开车的时候开空调 到底费多少油 如果你的时速是60千米以下 你开空调会增加20%左右的油耗 如果是60到90千米的速度 可能是5%的油耗 如果90千米以上 你开空调其实是更省油的 因为你在高速的情况下 开窗阻力反而会太大了 我之前在高速开窗 脏力特别大 导航限速的提醒没有停到 差点被罚款 现在一点了 太饿了 停在路边整个简单的午餐 一份麦片 冲点奶粉 一生菌 我就用矿泉水冲 其实能泡开的 就这样子 先泡一会儿 你给我撒它马达 先吃点水果和山河道仁 营养是均衡的 这路边的景色还不错呢 Hey guys What's up Just cheating Hi 不理我 天呐天呐过来了 Oh my god 你好 我可以摸摸你吗 你不要顶我 不用用脚顶我 好乖 Oh my god 天呐 他舌头沙愣愣的 他看到是不是馋 你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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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不吃了 好吧 浪费了一块 呵呵 这个牛牛一直在注视着我 为什么呢 Hi 知道我是好人是吧 不吃你的肉 给你个绯闻 我到了内蒙古的吃风市 现在你知道我这次的方向 是往大草原开 下了高速我就随便一拐 在一个小区的停车场还挺宽敞的 这稀稀利利的下雨 我就在车内做个晚饭 煮个粥 这是50克的杂粮 有大米 黑米 高亮米 还有三色黎脉 其实我是有什么醋量就厚厚在一起 粥里面放点胡萝卜 就是胡萝卜粥 然后把这个牛油果和这个大鹅蛋吃掉 饿了 就打开一个素牛肉先吃着 我算是破鸡路了 连续三天在车里做饭吃 我刚看了一下内蒙古这边 这两天都有雨 所以先不去大草原 在城市待一会儿 反正对我来说市区和郊区 得交替着来 我跟你说我那厨房用纸用完了 我灵机一动用这个洁面筋 发现很好用 尤其刷碗的时候 站着洗机机就这么擦 因为它不像纸会碎掉 所以又有一个新发现 之后还有14分钟 先吃牛油果 这两个搭配挺好 软软的 特别到时候 雨基本停了 我就把后门打开 让它吸引一些新鲜的水 然后这个粥吧 我发现如果一直盖着盖子 它是米汤比较分离的 所以我敞开盖 希望能糯一点 粥好喽 不错 然后是鹅蛋和素牛肉 见过这种开胸姿是吗 连续开车几个小时 就需要打开 酒座也一样 还好热 那边有个车好像看到我了 就是你看我住在车里觉得紧紧巴巴 不 整个天地都是我的游乐场 All right 我来分享一下 在城市里我车都停哪 一般来讲我在公园里过夜 昨天下了高速 我打算在路边停一下 搜地图 就是找公园 让无意间就从那边拐到一个新开发的楼盘这块 你看这边是土路 后面是土路 还没有建成 这边诺大的停车空间 免费的干净 安静 很完美 对面这个小区是新楼盘 还没有门禁 一般这种好一点的小区 它的物业楼里面都有卫生间 所以我用水卫生间就解决了 然后还巧的是这个地方步行15分钟就是一个商圈 我中午咱能吃的饭 然后去沃尔玛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我吃了一份角瓜鸡蛋的锅烙 反正在辽宁这个叫尖角或者锅贴 这么叫锅烙 今天的包米茶都做好了 话说昨天没吃完的素牛肉 这个有点咸 其实包装视频以及你出狱吃饭 我都觉得盐有点多 所以我用喝完水的空瓶子减去一半 这就是一个碗 然后倒上水刷着吃就会清淡很多 而且不用刷碗 你应该能感觉到我是一个适应性比较强的人 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随机应变 我赤住都在车上 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将就委屈到 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穷游 床车自驾是我当下最心之所向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做它 然后我认为它很感兴趣 还要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